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 我是袁胖 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 昨天晚上三点钟到的深圳 累得要死 今天这个发明人发明了一个垃圾桶 然后名字叫做贺鹏 贺贺有名的贺 现在我们应该是到了按照导航的他这个公司 我估计看这个楼挺大的 但是看他这个发明不知道咋样 这是好朋友吗 你好 这么年轻 90后 80后 你好 这是同事是吧 这是你的楼 你们公司是吧 好 走吧 这公司都是你的吗 我朋友跟你们一块坐 这是你的垃圾桶 对对对对 其实他经过了很多的板本 最早的板本都没带过来 嗯 最早的板本没带过来 对对对对 为啥 差距比较大 慢慢挖上起来 这个算是第二个板本 这个算是稍微稍微挖上了一些 这个慢慢的就是它的大部分也不一样 所以它有特别的公司 你告诉我这个垃圾桶有啥啊 不一样看 这不是都一回事吗 跟我家的 只不多一些齿轮而已啊 是吧 对就是传统来的 就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中 买菜或者去超市啊 都会用到那种 塑料袋 那种提手的塑料袋 对 对 就是有一些比较小 来 我们先试一种比较 比较小的垃圾档 ok ok 是吧 这里的相对来讲 就是传统的垃圾桶 它是套不进去的 套不进去的 但是我们这个桶呢 然后就是通过套 调节两个支架的角度 比如说 这样就可以把垃圾桶完全的撑开 撑开了 就这样 也就是以后我们买菜 它所有垃圾档都可以充分的利用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降低 就是每年 就是全国总的这个塑料袋的使用量 哦 它是也算是一个节约 也对环境保护也是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你撑开了之后 就是这样撑开里面就可以放东西 对对 就这么一个创意 对 它就是 但是它放的东西没那么多吧 因为它是带子的局限 是带子的局限 对 就大大的就可以用 小的局限 如果用在厨房什么 我们就要去到一天清理一次 好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园里都是一模一样的 园里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就是都是从一些 小东西了 对对对 也有道理 有这个 这也算是一个围里 我觉得 也算是一个围里 然后 就是很多老年人 你这能承受的重量呢 承受的重量 它是根据这个重力来定 它不是根据这个重力 这个重力的话 就是一般情况下 只要是能套进去的带子 承受家庭的那种生活垃圾 没问题的 对 要不是放两根啤酒精裙 一般都可以 有道理 这是垃圾桶的发明人 何鹏 带我们来 他这个开模具的厂子 凯尔斯 找他们的老主 老大 你好 你好 好年轻 你好 你看好他这项目吗 如果说具体从这一块左右 我主要是在 我对这个项目是比较看的 但是对市场的推广 这块方面的经验 市场的推广 我也经验 我们一起来 住吗 你觉得呢 投资呢 可以 因为之前跟他在谈一个客户 我的理解是 他可能在市场推广这块 在市场这块 具体的落地 跟基因来的太多 所以说 把东西做出来 就我们 从我过来 结果来说 这个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大于我们的这个市场 我们是最上场推广 我们好几百万粉丝呢 就我们也 大概竞交了一下 这个 很好吧 要不我们 一起来合作一下 可以啊 那个具体 因为上次具体是 他是发起的 所以上次也想说 那个 我也在等他看 整个这块 还是整个计划怎么操作 现在就是 方总这边 算是我们的生产 不得是 然后咱们这边 就负责营销售 然后我这边就负责 这个专利维护 然后后期的申请 然后现在就是分工 因为因为这个估值啊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可谈 就是 就是 可靠的一个判断依据 嗯 我觉得啊 你就是大家都拿点钱呗 然后抽抽 把它这个东西磨开了呗 然后然后成立个公司搞一个股份 那个 单独成立个公司 对啊 合伙们 然后在该融资的融资啊 该怎么样 那个 该拿点钱都 适当的拿一点嘛 我们也拿一点 懂我意思没有 象征性的拿一点 你们也一样的 你也你不是说 哎我那个就不了 为什么你不投入怎么行呢 我们都多伙伙一块来干人家 哈哈 适当推岗 我们不说别的 我们就就我们这几百万粉丝 就让他够你吃吃上好一阵子了 这没问题 再加上我们的融资功能啊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可以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它的技术的壁垒不是很就是很强 就是大家很容易copy掉 所以你就主要是把这一块搞完就行了 我方向 你点看那个商量再看这种方式 最后怎么怎么具体怎么落地 就说在整个项目 你说是安盖在讲的时候 那个如果是那个公司 那大概怎么投 那这个对话的那个资金怎么样 好不好 行 光总就当他再次创业吧 哈哈 好好好 好